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Hikaru 今天我们来到,可能大家都会很熟悉的画面 我们来到家道理农场了 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行山的 当然亦都会看一下一些栋植物 家道理农场上面有座山叫观音山 那里都可以看到一些景色 今天我们就来到家道理农场前攻 我们Let's go! 我们现在就在这 我们才会在这 慢慢上到观音山 然后再走这边,然后下来 玩大半天 这样吧 今天天气很好啊,阴天 走得相对很轻松 一开始我们可以看一下动物 这个就是应该相当出名的猪 那今天呢,我们就去观音山了 那我们沿着指示牌上山 应该我们就走这条猫上的,不是那条 哇 看,这里有一些动物 我应该是猪猪 这里有个红冠的动物 嗨 嗨 嗨 这里就是小葵花鹰投鹰龙 那 挺搞笑,挺好啊 前面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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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一下 啊 那我們繼續向觀音山山頂進發 好了各位觀眾 我們去到第一個景點 那這裡就叫四柱連天 就這樣看好像有些歷史價值一樣 那我們的目標已經開始見到了 那這裡就是觀音山 這裡有一個挺值得留下的分叉 那這個就是手指指 那這裡是公理作為單位 指世界不同的地方 那很特別的 那這裡我們繼續攻頂了 哈哈哈 嘩 前面呢 那裡有個山頂小澳 但是可能疫情 那現在就不開了 我們最後很快的路程 這樣就到了 這裡是四方山 那這裡其實也有 緩匯的小巴仔 會有定期的班次 不過我們行山就當然不搭小巴了 那呢 這裡也提提大家要靜啊 好啦 這裡走多幾波就到了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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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山頂才來大毛 那邊是大刀藥 現在幾乎看不到 各位觀眾 那我們已經來到觀音山的山頂了 那這裡我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 那我們下面就是嘉道理龍場 那邊是大埔 那邊是黃嶺 那邊是九龍坑山 那下面是九龍坑 那這裡呢就是大刀潤 那最遠有座燈塔就是大陸的不同山 那這裡的景都挺漂亮 值得欣賞自拍下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下山了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下山了 那我們繼續會游一下嘉道理龍場 那我會走一些艇 那這裡其實不是最高點的 我們還有一個再高點的艇 在那裡 我們會經過兩個艇 那我們首先會經過 胡言新先生紀念艇 那之後呢我們會去嘉道理兄弟 紀艇 那我猜這些是鼓勵一些 紀念 紀念一些創辦形的那些 那這裡 挺有特色的 這裡 是啊 我們走到這裡呢 就有個很漂亮的拱門 那這裡其實就是紀念 兩個嘉道理的兄弟 那這裡附近都有個艇 那風景都優美了 看到我們剛剛那個觀音山 高於觀音山 那這裡就是我們整條路徑最高的地方 耶 漂亮啊 享受啊 這條路都弄得挺漂亮 這個 一個人都在看 一個人都在一起 有個人的衛生 坐 那這個時候就會要轉去 那這裡就彈去 怎麼會呢 那裡會坐 那裡面還說 那現在就想說 一邊還說 看看市場 要找到這裡 在下車呢 也挺奢侈的 也可以看到新界人的景色 那我就繼續下去了 都是大車佬 這裡很特別 竟然有兩層的彩虹亭 這裡竟然還有一個額外的布打卡位 我真的發覺這個家庭的理論場真的很大 我想整天都未必玩完 而且它有很多隱蔽的彩虹 連地圖自己都沒有顯示 就是我APP的地圖 其實這裡真的很豐富 動植物風景齊全 來吧 我們回到最初的雞層 那裡 我們又來探望你們了 但是呢 去到下午他們都是這樣叫 哈哈 這裡就是看不同種類的鷹 大家就小聲一點 哇 我們還有很多還沒去的 不過就今天到此為止 哇 這裡呢 我們才發現一隻黃鯨在這裡 應該在避免 這樣 哇 香港已經非常罕見 都是貧能絕種 在香港來吧 好啦 那前一點就回到我們的起點 那多謝大家的收看 那呢 今天就 我現在下雨了 也都涼涼的 感覺都不錯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前面呢 你可以搭回64K 去元朗 或者選擇去達步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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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們的影片 請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的影片 是希望大家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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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